現在回顧我們現在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必須要從經典賽的資格賽程 可以說是從地獄開始往上打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真的是非常懷念這位過去對中華隊 對台灣棒台有著非常多貢獻的人 我們先來看看賽前的一個默哀的儀式 俊國雄以及新龍雄隊的總教練 那在這邊呢 代表中華職棒以及兩隊的球員 要來默哀一分鐘 那也請球迷朋友請起立 兩隊的選手請脫帽 默哀開始 兩隊的選手請脫帽 可以 你不如來 你不如來 想不如來 還是 你不如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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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動 也請 感謝兩隊的球員 也請教練團及球員 還有團朋友請 坐下來及 回到休息區 對這兩隊的球員 如果跟 目前在天上的吳老師 有比較密切的接觸應該都是 教練團的成員 比較年紀比較有接近 甚至於可能有些教練團的年紀都還滿輕的 可能都沒有像 楊教練一樣親自被 吳祥夢老師給帶過 大家或許 我們在這邊也不多耽誤時間 如果有機會大家也不妨上網 到像 台灣棒球危機館去看看就知道 吳老師在帶中華代表隊的 成績 真的都是相當相當的 不錯 確實是非常不簡單的一個人物 在今天在賽前 藍兵哥球團 中華之邦聯盟也借這個機會 向他表達最深層的一個敬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這場重要的